首先很感谢大家今天来到这个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杜兰的本科申请的一个基本介绍以及它的特点 可以看到我的Share的这个PPT对吧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什么是杜兰 因为本科的学校很多尤其是这种 比如说我们希望往前申请的时候 前50啊前30啊等等的过程上的学校很多 所以那我们先大大了解一下杜兰 好那么首先要说的是排名 这个前50呢是一个党 所以呢我们的杜兰大学呢其实是全美的排名在44名 而且它呢大概10年以来吧 排名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档次左右 不会特别靠下 也就是说它的水平是保持平稳的 相对于UC的一些学校提升的速度来讲 它是这个时间是很雄厚的哈 而且一直以来都是排名很靠前的 其次第二点就是它成立于1834年 这是一个不算很老的学校吧 但是在南部来讲的话 确实这个时间上算久的了 第三点呢就是它的地理位置 它在这个路易斯安娜 也是著名的南部的文化名城 新奥尔良 新奥尔良除了鸡翅之后 当然杜兰也是很出名的 OK 后面呢是介绍它的一个气温 南方城市嘛 我们都是了解的 就是气候呢是非常好的 很多的学生跟我说 在杜兰上大学感觉就是一年四季都在度假的感觉 当然这个南方哈佛呢 不止杜兰一所 这边再给大家科普一下 也有这个杜克 有Rise 有范德堡 有Virginia 以及杜兰这五所学校 都称为自己是这个南方哈佛 都是这种排名很靠前的 并且是私立的学校 后面呢这个是重点跟大家提出的就是 很有名气 这个后面会再提及 为什么有名气 第二呢实力也是非常出色 第三 它是私立大学 私立大学的话 后面会介绍很多的 这个无论是说 它的曾经的校友也好啊 或者是现有的资金也好啊 等等 科研水平啊 等等资源啊 都是首屈一指的 并且 虽然它是个四年纪大学 它是University 但是它的这个教学质量是很高的 也就是说 它的教学可以和 小的college可以作为对比 就是它的class size非常小 每班只有22名学生 所以它对于每一个学生的发展 以及问题答疑都可以做到非常的 这个分布哈 好 后面呢就是 它是被称为全美最美 全美最美的校园之一 它是一个长条状 椅子打开哈 所以走tale啊 或者是这个散个步啊 等等的都非常好 好 那我们往下走 为什么要转学 那这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转学的一些特点了 无论是说这个杜兰在实力上 或者在教育上的 包括它的一个 在这个alumni的这个 donate也好 或者是资源也好 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强的 好 我列出来的呢 就是杜兰的一些基本特色 第一 杜兰的商学员很强 这个后面会说哈 为什么商学员强 它的师资力量也好啊 它的资金注入也好啊 都是属于 这个在美国首期一纸的学校 被福布斯等机构 评选为全美的商学员 签入手枪 好 第二个呢 就是它是 全美唯一的一个商学院拥有 在学校内部设置的 能源类证券交易中心 这个给我们学商的学生呢 实际操作的机会 包括将来实习就业 都提供很大的便利 第三就是 它的建筑学院 也是顶级配置 南方嘛 这个可以说 好学校呢 不是特别多 但是建筑学院的话 杜兰可以说是唯一 这个非常出类拔萃的一所 全美的排名 大概已经在14位了 不知道明年会不会再升哈 因为它不停地会有一些 校友的一个资助 包括一个资金的 持续的投入 所以它的排名会越来越高 其次法学院也在全美前五十之列 环境法专业在第六哈 后面呢 其实会更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医学院和工卫 以及热带医学院 它是相当于是 PREMED 是在这个热带哈 南部唯一的一所 所以其实如果要是享有这个 学医啊 或者是这个投身于 这个工卫世界的话呢 其实杜兰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因为也说到了 因为我们上大学 其实就业是很重要的 它有非常庞大的一个 就业的一个这个 position哈 就是会有很多的空缺 可以将来给我们机会去深造 好 还有呢 就是拉丁美洲 当然这也是地理位置的优势了 因为它很毗临南美嘛 心理学 政治科学等等 这个都跟它的地理位置相关 后面呢就要提及 为什么它是一个私地 并且很对吧 这个很有钱的学校 就是因为虽然我们说南部 可能黑人可能会多一点 但是这个学校恰恰相反 就是它的白人学生 基本上是70%以上 而且亚裔非常少 所以尤其是中国学生 如果要是我们希望 可以完全的希望 融入到美国的话 那其实杜兰是一个 很好的选择 这个也是哈 这个因为白人多 那可能也是 这个持续的去捐款啊 原因之一 在后面呢就是列举了一些 这个学校的一个 一个荣誉吧 获得诺贝尔奖的 获得这个普利策奖的 等等还有各大的CEO 包括格斯达利加的前总统 那都是我们在杜兰的学生 曾经是杜兰的学生 好 那后面呢就给大家具体来介绍一下 干货了 就是我可以转学吗 这个可能是要同学们要拿笔记一下 或者揭个图什么的 首先先看这个右边哈 这个橙色的字标处的175个transfer 学校呢 因为我们会有跟赵神官直接的一个面对面的交流 我们得到的数据是说 他一年基本上intake的学生 transfer的学生只有100多个 175个去年的数据是 那为什么哈 刚才也提到了 因为他是一个小班教学嘛 所以相当于他整个的学校的这个学生啊 也不是太多 可能一年 不是一年啊 就总共可能也只有6000个本科生左右 所以175个transfer 那这个也是make sense的 先把这个数字搁在这儿 也就是说我们想申请的话 要知道竞争还是蛮激烈的哟 因为我们这个招收的学生不会太多 第二呢 要注意他的申请时间 其实主要是这个问题 因为和大多数的学生一样 杜兰的intake有两个季节 一个是秋季 一个是spring 一个是春季 那秋季的话呢 又分为两个 一个是early的action 也就是说 你可以提早来进行申请 而且提早可以知道 你是不是申请上了 也就是提早知道一个录取结果 或者是正常的申请呢 截止日期在4月15号 当然注意哈 这跟我们本科申请的这个不太一样 就是你可以选择不去 也就是说我们虽然选择了earlyaction去申请 但是你还是有可能 比如说我收到了更好的offer 我即便收到了 杜兰的earlyaction的这个录取之后 我也是可以不去的 所以这是一个 跟本科申请的一个特殊之处 第二呢 spring跟大多数的学校差不多哈 10月15号 可能有一些学校是10月1号 但杜兰是10月15号 好 那我们就记住这三个日期 2月1号 4月15号和10月15号 这三个日期 另外呢 这个杜兰 其实每一个学校基本都要求 就是因为我们申请的时候 是在这个 我们现在所在学业 在毕业之前 或者是完成之前 所以呢 所有的学校基本上都会要求 咱们在毕业之后 或者是完成学业 完成现阶段的学业之后 要补交所有的这个 final的transcripts给学校哈 但是杜兰是在官网上明确标出的 包括这个赵神官 也给我们再三强调 如果要是在限定时间之内 没有提交final的这个成绩单的话 那么这个申请是失效的 就是即使你收到了offer 这个offer也是不可以成立的 所以下面有两个日期哈 就是这个 一个是7月1号 也就是说 如果你申请秋季入学的话 那7月1号 大概summer的成绩也出来了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成绩 就要提交给学校了 7月1号之前 然后春季呢 是1月4号 同样也是 我们秋季的成绩已经出来了 所以需要把final的transcripts 交给学校 好 再后面呢 就是关于申请的一些材料了 其实跟大多数的学校 还是相似的哈 因为它可以用这个common app 所以呢 首先你在本科 因为我们是本科转学嘛 所以前面两年 或者一年的成绩单 你要准备好 大学的成绩单 第二呢 就是高中的成绩单 第三就是文书 第四呢 就是关于财产证明 财产证明呢 杜兰这个会有自己的格式 要求啊等等的 在官网上就写得很清楚 第五呢 就是关于面试 面试呢 对于国际学生来讲呢 是optional的 但是后面我会给大家具体讲哈 如何进行 包括它的优缺点啊 如何准备啊等等 第六呢 就是关于英语水平的证明 也就是说咱们的托付能力 英语的这个书面 就是writing的能力哈等等 这个后面会给大家具体讲解 但是大概所需要的 这个递交的东西啊 步骤啊 就是这些 都准备好了之后 那么基本上 这个申请就完成了 好 再给大家具体说一下 关于语言成绩哈 刚才有提到 就是呢 杜兰要求所有的国际生 必须要提交 SAT ACT托付 或者雅思 其中之一 那具体提交哪个呢 后面有具体说明 这个如果要是托付的话 它的要求是90分以上 或者是说雅思的话 是需要6.5分以上 那如果 因为我们本科 在申请的时候呢 肯定都会考过SAT 或者ACT 那如果 因为当然大家 这个肯定都知道哈 这个SAT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有效期哈 时间很长 所以如果两年之内的话 应该还是有效的 那如果你当时在 准备申请本科的时候 这个表现很出色 那直接可以用 SAT的verbal成绩 去替代 托付 或者雅思 但是它有一个最低限 就是SAT的verbal 是要6.8以上 或者SAT的English 要在27分以上 这样的话 就可以不用再考 托付或者雅思了 这是对英语水平的说明 那后面呢 就是关于面试 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哈 就是其实国际生 是没有硬性要求的 也就是说 不一定 一定要预约 一个面试和招生官也好 或者是和其他的 你的系列 但是 这个每一个 个体的学生 都可以要求 request 说我想要一个 面试的机会 无论是说 跟admission representative 或者是跟 杜兰的 lumni也好 都可以的 因为这个 大家去过招生的 一个环境 就知道 其实做出这个 招生的一个决定的话 本科来说 都是staff 就是学校的招生办写人 或者是校友们 他们来做决定 所以其实 和校友好好关系 或者是 这个 多跟学校老师沟通的话 其实对我们的申请 是有 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的 所以后面 也可以这个 希望吧 就是如果要是真的 去把杜兰 当成一个 自己的dream school的话 要利用到 自己有利的 每一个机会 也就是说 这个面试 一定要抓住 因为它是可以 给我们的 所以呢 这个后面第三点 就是提到的方式 因为我们可能在 其他国家也好 或者是说 我们在这个 其他城市也好 我们来回来去的 飞回去 肯定不方便 所以呢 它是可以支持 用scape 面试 或者是说 我onscape的 面对面 face to face的 这样沟通也可以 当然我会 prefer后面 因为我们就有 这样的成功案例 就是学生的成绩呢 各方面不是这么的优秀 大家要知道 这个杜兰的申请的 quota 相当于 就是学生的申请量 还是挺大的 但是他只收一点点 所以要在这些 学生之中 脱颖而出的话呢 那么希望 可以有一些亮点的 或者至少给 这个招生官留下印象 所以面试 或者是说 我申请递交了之后 去学校 去走一走 看一看 去request一个面试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增加录取的机会 好的 这都应货 好 在下面呢 这个也是应货 这个其实是相对于 上面一点呢 会更 这个书面一些 硬性要求一些 不过我想大多数学生 都可以达到 来咱们过一下 第一点呢 就是要求之前的学校呢 必须是有认证的学校 无论是college也好 或university也好 也就是说那些 冶纪学校啊 等等的都不可以 必须要有认证的学校 第二呢 这个转学分的话 一定要C以上 这个顾名思义嘛 在美国C以上 才可以相当于是说 你这门课达成了 不用重修 这是最低的要求 第三呢 就是不可以转那些 pass to pass的课 pnp的课 都是不可以转的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 这个关于writing 关于English writing的话 它因为学校内部呢 是有一个叫 English 1010的课 所以呢 它会做一个 内部的一个 evaluation 去看 你这个课可不可以转 它们会从 以下四个方面去看 argument analysis research 等等 后面都已经标记得很清楚了 好 然后再下一项呢 是关于特殊专业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是想去这个 Freeman School of Business 去商学院的话 那么它会只考虑那些 之前的这个两年后一年学业 是在AACSB的认证的学校中 这个去上过的 或者是说 相应这个有认证的 社大中去上的课 只可以转这些学分 其他的任何的学分 它是不转的 后面也是 在关于这个建筑课程 也是一样的 它只去 它只可以转 在NAAB认证的学校 或者是说 相应认证的 授予大学中 才可以转的 所以这也是再次加强了 就是一个 一个要求吧 就是学校 其实对于正统的学业 或者教育是 有要求的 那就希望我们 在一开始 迈出第一步的时候 就要走对路 要选这些 受到认证过的学校 好 最后一点 就是关于 国际生的一个 学分转化 这里不止呢 就是我们美国 中国留学生 在美国的一个学校 转到另外一个学校 而是指说 我们呢 前面一年或者两年 是在中国上的 也就是说 在美国之外 上的这些学分的 转化之前呢 都是需要 WES认证的 然后才可以 他们去做这个 Evaluate 然后再去看 能不能转化 好 这个是咱们 学分转化的 一个事情 那到最后呢 其实想跟大家说的 还是说 申请小tips 因为申请这个东西呢 其实 有很多的这个 捷径可以走 比如说我们提早申请 我们有那个 early action的机会的话 那就多一次的机会 而且呢 我们如果真的知道 被拒了 或者是录了之后 我们提早 做这个时间准备 那也是会更好 第二 杜绝也机会 或者挂靠 因为学分都不能转嘛 对吧 而且没法申请 第三呢 就是记得 我们一个是7月1号 一个是1月4号 我们要把这个 完成的正式成绩单 再递交给学校 这个是必须的要求 然后后面呢 就是要求 一次性交期 如果要是审核中间 材料对不上啊 或者是有遗漏啊 那会大大的影响 你的申请结果的 第五呢 就是学分转化的问题 当然我们尽早计划的话 去申请那些 有认证的学校 那么肯定可转的学分就越多 相当于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啊 学费啊 等等的 这些都是我们的财富 第六 抓住面试机会 这一点之前已经说的很详细了 不再赘述 好 最后呢 做个小广告 帮你什么 其实我们能帮你的呢 就是来节省你的时间精力 让你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 大家都知道2005年呢 这个飓风 卡特里娜 把这个整个的夏二良给席卷了 非常惨热 无论是人员呢 还是财务啊 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所以呢 杜兰在接受申请的时候 我们要写文书嘛 我们要写很多很多的活动啊 包括经历啊 等等的 那我们在分析中就发现 他对于 对社会 比如说这个社区有帮助啊 义工啊 志愿者啊 活动 非常的有倾向性 有可能啊 当然这个只是说这个 因为他当地会需要更多有爱心的人 或者是需要去支援重建 所以他会倾向这样的一个学生的资质 对呢 有很多的这种经验之谈啊 如果要是说我们把整个的这个申请的节奏走好 规划走好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成绩够 那其他地方 无论是说recommendation letter啊 如何去写呀 如何去要啊 等等的 问谁去要啊 包括PS啊 等等 Resume啊 CV啊 这些我们其他都可以帮你知道 好的 那这个基本上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 谢谢大家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来提问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就先到这了 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这个群里面的任何老师沟通 嗯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